音乐响起副总统贺锦丽与丈夫随着音乐起舞 不过一旁的拜登却是呆笑诡异的定格 将近一分钟 拜登嘴巴围开眼神迷茫 双眼连扎都没有扎 呆若目击的表情就持续将近一分钟之久 这场活动是白宫举办的六月节活动 而值得注意的是活动上还邀请因警察执法不当死亡的 弗洛伊德的哥哥菲洛尼斯就坐在拜登的左手边 他还一度搂住拜登 拜登才回过神来 两人之后还互相集权 另外根据美国民调网站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度下跌到37.4% 创下任内新低 而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来临 拜登儿子杭特却是官司缠身 因为非法持枪早判三项联邦重罪 最严重可以判处25年 成为美国首位背叛有罪的在位总统子女 同一时间拜登发表枪支安全谈话 拜登谈话中并没有提到杭特 不过稍早也发布书面声明 写到他是一位总统 也是父亲 一样爱着儿子 并以儿子为傲 更表示如果杭特考虑要上诉 也会尊重司法程序 同时也会继续给予杭特爱 和支持度过难关